三点冰敷或以冰块按摩可止痛 有助于消除背肌的肿大及紧绷 四点冰敷一两天后 可改用热疗法 五点冰敷与热敷交换运用 反复数次可疏解疼痛 六点伸展背肌帮助消除痙攣 方法是躺在床上 轻轻的提起双膝 向胸前弯曲 一旦膝盖抵达胸前 稍微再对膝盖施压 放松后再重复 七点下床适应 小心缓慢的滚动到床边 双脚掀着的再将身体直直撑起 八点长期背痛 折可在弹簧 床下色些旧杂物 防止睡觉时 因床中央凹陷指腰及背部下陷 九点使用 可以调整又不会摇晃不定的 水床可帮助预防背痛 因水床对身体各部位所施的压力均等 因此即使整夜以同一姿势躺着 也没有关系 十点睡眠时电 高进步及西步 尽量踩平躺姿势 在头与镜间 以及膝下都放一个枕头 可松弛后见 进而缓解背的压力 十一点模仿 婴儿的睡姿 在两膝间色个枕头 防止腿向前滑动 拉扯臀部 进而拨及背部 十二点背痛时 每天服用一定阿斯体灵 可去除发炎症状 十三点以想象转移背痛 十四点倒立身体 反转身体的重心 可能帮助消除背痛 十五点 练太极拳 可以帮助松弛肌肉 有利于协调体内各部 十六点 以压的 起身弯西仰卧 抬头路上游泳 姿势 踩固定式 脚踏车等运动 减轻痛楚 十七点运动 只要适可而止 避免逞强 十八点选择舒适的车坐 也是避免背痛的方法 手腕痛症候群 一点手部若有四痛感 应做些温和的手部运动 如旋转手腕 二点将手抬过头部 二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